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Daniel 我讀BBA的 為什麼會玩Poly Arts呢 其實就是 本來我一開始來 我會貪有一個地方讓我坐 還有一支結他錄給我彈 有時上去 會見到他們在玩歌 就會一起玩 一起踩一下 其實會覺得 比自己練得開心很多 我是讀Tourism Management Year 2的 我叫做Apan 因為我在中學的時候 都已經有自己彈一下結他 玩一下Ukilele 我入了大學之後 然後有一個朋友 拉我一齊來玩Poly Arts 他說 你彈結他就對了 入這個數 然後我就進來了 我是Leo 我是讀職業治療的 六歲開始學口琴 進來大學 就遇到一班 什麼風格都有的 奇形怪狀的人 什麼都滿足 然後又開始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我發現這裡很 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很多東西可以試 所以最後又進了Poly Arts 決定搞一搞這個 我是Elan 我現在是讀Advertising Design 我本身是Vocal 很想找人一起踩一下歌 然後來到Poly Arts 就做了一對Bang 叫The Click Five 這樣就很配合 經常出去Busking 我又喜歡適合一些歌 例如 我們會 Just The Way You Are 會改成很Jazz 很Blue 之後很棒 之後就會想 一直在Poly Arts 跟一齊 這麼棒的一起jam歌 就是這樣 我是Herry 我讀Nursing 為什麼我裝Poly Arts 是因為 其實我本身中學 都有玩音樂 因為當時有很多不同因素 還放棄了我玩音樂 我去到大學 我看到Poly Arts 所以我覺得這裡玩音樂 歌的氛圍 是令到我很想重新再玩音樂 我叫神明兒 我已經畢業了 忘記了多少年了 我主修叫Cultural Studies 是一個很雜感的科目 基本上你抽夠Credit 就可以畢業了 我就是選了一個這樣 其實沒有很專注去讀一件事 我有讀Jazz Vocal 我當時就是 只是聽Jazz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在加拿大讀 我就有參加中文辯論 其實我去加拿大 參加了中文辯論之後 那個中文是好過我在香港那時候 而且我投入在那個課外活動 是比我投入在課內多很多 如果我當時做Depay 那麼投入去做我學校的課 我想我成績會挺好 會更好 應該說更好 我們的合作就是 我叫他們 在我的歌中選一首歌 然後用他們的方法重編 我就聽了一個Demo 但是我還沒試過加拿大 但是我還沒試過加拿大 這個 輕輕的呼一口氣 Oh 你在哪裡 我還不願離開昨天的舞台 和海水已經被我 你所渴望的那片海 全世界就一樣 Bee Ba Bee Ba 一模一樣一齊的 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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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igator 成Move 夢想系校園 由我Yoyo 岑寧儀和大家表演 今次還找到香港理工大學PolyArts的同學一起玩 大家記住 9月18號下午1點至2點 在香港理工大學陳稅球臨滿真抗禮廣場 Logo Square見啦 還有兩天免費參加 記得準時來啦